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签证或者绿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就得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这个现状还在发展中 感觉有一些自媒体也罢 有一些文章也罢 这个可以说就是标题党带节奏 为了吸引眼球 经常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比如说不管是哪一个议员也罢 或者是别的政府官员也罢 说了一番什么话 有的是提案 有的只是表态 媒体就当做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决定的事情来报道 有些不负责任 比如说关于移民改革吧 川普两年前就说过 到现在呢 反正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将来什么时候能够有严肃的讨论 真正付诸表决呢 恐怕也要很多年以后 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时间柄 那么从这个贸易战 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了解到什么 怎么样趋利避害 怎么样更好的来规划呢 这个呢我们还是值得讲一下 比如说呢我们大家明显看到这个贸易战中 美国的思路和中国的思路可能不一样 反映出大家一些不同的思维定势想法 中国的思路呢 要么就想着说这个事情嘛 给一些好处 多买一些 多进口一些物资 可能就解决了 如果没有解决呢 另一个极端 说啊这个事情是 亡我之心不辞 一开始就没有怀好心 这两者呢可能都有一些片名啊 具体的呢 那我们不希望这视频有太多政治化的内容 就不讲了 但是呢我们只讲说 从申请签证 绿卡等等这些方面 相关的呢 有一个关于知识产权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都要承认 至少目前在中文网上呢 这个知识产权保护 还不是很好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各种网文 有的是拷贝来的 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多 我们自己写的文章和宣传材料 就经历过这方面的情况 有人有侵权行为 有人有抄袭的 可以看我们这系列里头 其他的视频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到底怎么样呢 根据自己的经历 可能也心中有数 有的话呢 说叫到哪山来唱哪山歌 美国政府至少目前比较注重 公司和科研机构的商业秘密 和这个保密信息技术等等方面 对中国学生学者呢 可能有一定影响 但是呢如果说狭义的说 仅仅从绿卡申请来说呢 我们到目前没有看到 中国学生学者申请EB1 NIW这个绿卡受到影响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伊朗和美国是敌对国家 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外交关系 而且经常说好像要打起来 但实际上呢 在美国的伊朗留学生数量还是很多的 包括访问学者 包括在美国读各种科学和工程学位的伊朗人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来自伊朗 申请美国绿卡也得到了批准 那么这个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和美国关系不那么好的国家 申请美国的绿卡并不见得会受到影响 类似的呢 其他来自巴基斯坦 土耳其 埃及等等这些国家 我们也有这个客户 申请绿卡顺利得到批准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到 这些人不是来自东亚的黄众人啊 我们其他的客户呢 也有来自日本的 韩国的 印尼的 泰国的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等国家 获得批准 如果你认为说 就美国只针对中国 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如果这个心态也许不是特别适合 申请美国移民是吧 那何必自讨苦吃呢 人各有志 你至少呢 行为可以和思路相应的 有一个保持一致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前面说到呢 就是这个申请啊 现在 一定程度上呢 还是应该说比原来难批准 但是这个呢 全球都是这样 包括绿卡申请和工作签证的申请 主要呢 原因可能还是申请人数量的增加 那么从其他方面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借鉴呢 比如说个人的思路啊 还有这个描述 比如说美国现任的总统呢 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个申请材料中呢 一定要说某某总统说 要做到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活动 然后你是否适合用在这个申请材料里呢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是比较中性的这个内容呢 那我们可以讲到 但是如果是比较政治化的呢 那不一定用的就好 是吧 你也不知道审理你的材料的这个移民官 他是怎样的这个想法 所以呢对于一些敏感内容呢 我们可以考虑要避免 对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呢 不见得不能包括 我们的客户也有做核技术的啊 做其他的这个通信技术啊 并没有影响申请的批准 我自己是通过IW拿到绿卡的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做的这个科研呢 是核废料处理 当然那个时候 可能中国和美国关系略好一点 但也不一定 想起来那是 原来中美南海撞击啊 后面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有的观众可能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国家的关系嘛 是吧 这个可能有起伏 但是不一定会影响大家自己的申请 那么对于你这个科研的用处 这个依人而异 比如说关于 Stam cell 一个例子 生物 那有来自胚胎的干细胞 是吧 那这一点呢 可能也存在一些争议 那你在申请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要专门提到细胞的来源 注重考虑强调这个科研对人类医疗健康 这些方面的益处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习俗 是吧 说我是一个著名厨师 申请美国移民 那我的特长在哪里呢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在狗肉烹调 那这个呢 就不一定适合强调 是吧 说我在美国怎样继续发展我的特长 是吧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是其他呢 比如说有人研究计划生育 技术研究等等 这些方面呢 可以做适当处理 当然我们不能隐瞒事实 但是呢 你可以突出对你有利的方面 比如说如果是关于健康研究的 是吧 不管是妇女健康 还是其他传染病方面 可以讲到这些方面 那从正面来讲呢 我们希望强调一下 我们办理的EB1 杰出人才 NIW 国家利益豁免 这些方面呢 还是有很多 获得批准的 除了理工科以外 包括比如有的人研究 中国过去的考试科举文化 有的人是中国向其起手 为其起手 或者拍摄和中国有关的电影 或者纪录片 然后呢 也有的是身在美国 这个华裔申请人 或者是从中国申请的音乐家 画家 然后呢 或者做的是其他的人文艺术 像这些呢 听起来啊 好像比较小众 是吧 或者是有亚洲背景的 但是并没有影响 他们的EB1 希望呢 这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正面的一个例子参考 人各有志 是吧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互相尊重 其他人的选择 申请绿卡有不同的渠道 总体来说吧 我们认为 作为专业人士 EB1 NIW 或者工作签证的申请 不一定呢 会因为政治事件而受到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一定程度上 大家可能感觉到 世界比以前有更多的动荡 是吧 那么过去几十年呢 冷战结束 和平的这个全球化的发展 这个呢 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 从这一点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心 那么可以早做准备 做自己认为适合的事情 如果你目标是申请美国的绿卡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 采取行动 那我们讲到的是 中美贸易战 对于你的签证 绿卡申请 会不会有影响 会有怎样的变化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